慧慈姐今天要不是他们戳破 中韩FTA这么一签订 大家怕得要命 结果呢 慧慈姐你请上来 台股没有跌的想象中 韩国股市长得没有想象当中来的强 三星竟然还在中错 所以莫非台股 今天高点有过 今天的高点还触碰到季线 对解读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它用掉以后先来看看 那这个阶段一直到这边为止的话 大家会看到很多条均线 都已经开始转为上升的均线了 那么这里有个重点就是说呢 今天早上的时候遇到的这一条季线 我们看到它的位置 好现在季线的位置呢 9069 9069 对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下滑的季线 底下底下你看这个见底 有没有 它还是下跌的下弯的一条均线 现在所有均线就剩下季线是下弯 其他都翻扬了耶 对所以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昨天拉了一根强红上来以后 今天遇到一条下弯的季线 那遇到下弯季线的同时的话呢 再对应到这边是不是有个很小的盘整区 有 对所以基本上面来说的话 今天在季线附近它本来就会震荡 今天就算是有利多 它也可能会震荡 利多利空它都可能会震荡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看说 今天报纸上是利空居多 对不对 因为今天打开全部都是 哇那FTA很严重等等之类的 那重点就是在利空的阶段里面 那么 今天的走势它表现的强度 我们把这边弄掉之后把它放大一点看 好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 你就会发现 好这个是红K的二分之一 它到现在还没有跌破 没错 今天低点其实只有测了一点点 只有高点碰到 碰到之后下来 下来了之后 大概只有停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大概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没错 就收脚往上走 对 然后量的部分今天是缩下来 比昨天的部分要小 好那我们再把它弄掉之后 再缩小了 再把它放大一点 对就这样来看 你看所有的均线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现在的位置是 它是一关一关往上 到了这里之后先突破连线 然后往这边之后再往上 然后到际线的时候 它停顿了一下 但是我们把它删掉以后看 所有的均线 几乎全部都汇集在下面 这表示什么 就是表示说你看到今天外资也有一些短线的操作 它今天短线上面加工 对不对 所以明天早上可能会去测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对 那测二分之一的位置之后 大家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现在外资的动作越来越短 所以明天也许下来之后到这个位置之后 你就要特别留意 这个位置的话一旦守住之后再往上的话 这里震荡两三天之后 它就有机会往上 我问你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重点是选举 我问你 您刚刚有画这么多条的均线就在这 而且呢 我刚刚说了 只有机线是下关 其他均线都上扬 所以就在这 线又上扬 意味着没打下来 必有支撑 对就有低档的支撑在 然后我们把时间把它弄长一点点 再把时间弄长一点点来看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机线已经开始渐渐在左平了 它有一点点开始在左平了 所以如果到选后 它如果维持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均线就很可能会转上 然后它一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现在今天只有在11月11号而已 对 那如果这个机线是下降的机线 但它直接冲过去的话 你上面还会再碰到一条半年线 9180 对 你还会再碰到一条半年线 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冲上去的话 那到选前是不是就掉头往下 糟糕 那糟糕 那绝对不会是一个很有利的事情 所以现在法而是变成一段一段一段的涨 涨到选前 法而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 好 重点来了 来给我的白板 好 涨到选前 昨天其实专家两位画的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时间是11月29号 选举的当天 然后呢 今天已经是 今天是一一光棍节 今天11号 所以还有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今天收盘的位置再报告一下 今天是收在9034 所以这一条是平盘 你画一下 到选举是整个走法 好 我认为其实在现在 好 现在的话今天是稍微压回来 对对对 那压回来之后的话 这里应该是慢慢往上 然后往上之后到这里中间 接近到最后一周的时候会下来 我知道 对因为我会注意一下上面 因为再来也没有这么高所以还好 然后所以到这边接近选前一周后会稍微震荡一下 然后到选又再上去 然后在选举之后我认为会稍微下来一点点 所以到29号是上去 然后选后是下来 会稍微下来一点 但是下来的幅度我觉得不会大 我觉得不会大 为什么 因为到这里为止的时候 其实它所有的不确定的因素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短线上面只会有一些 如果是涨多的话 它又会获利回徒 那如果是执政党没有赢的话 那可能会有短线的失望卖压 但是问题是它下来之后 我认为它幅度不会大 为什么 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 它如果维持这个走势到那个时间点 季线也已经快要转扬了 便所有的军线全部都上扬 然后不确定的因素也都消除了 那消除了之后 反而就从选举之后 震荡一下之后 12月到农历年前那一段话 就会进入所谓的红包行情 这里是哪里话 写一下 因为今天是在9034 其实我认为空间也没有真的这么大 你话这么大 所以我认为其实整个来讲也不会这么大 我认为应该在9500 9600附近 大概就这附近而已 9500那就是500点左右 大概只有在这边 因为第一个时间上来讲 没有这么长 所以短线上可能会震荡之后 慢慢上去之后再压回一点 感谢惠子姐不要轻掉 前高是9593 玉堂让您插播一下 今天我奇货讯号看到的不是像昨天那么乐观 你认为外资会认为是这样的走法吗 外资会推到了选举的前一天吗 我认为选举前的一个礼拜也许 行情可能比较稍微焦灼一点 可能类似像今天这种最近这几天忽涨忽跌的行情 因为毕竟要选举前嘛 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好那您上来好了不好意思 这个它代表外资 因为期货讯号看得透 我们换个红色好不好 选举前一周是在这哦 对 好来然后呢从这边开始画 这个地方来想目前现货都还在买嘛 期货的部分也转为比较算是中性 没有这么空了 对对对 好前面的看法我跟惠时的看法差不多 都还有机会上 一样注意高点哦 对对对 但我没有画到这么高 这大概在9200 9300左右 OK 然后选前这一周 好 可能就稍微比较震荡整理 好大概就9200 9300这个地方 因为局势快要明朗化 对 好 那选后的一个部分 这要画吗 可以不用画 好 OK 总之呢应该会在选前的一周震荡 对不对 好 选后没关系 每个礼拜他都来 他会来三次选前 所以他的位置大概9200 那9200 9300嘛 对不对玉塔 对 广涛行情怎么上上下下了 拜托大家 非凡商业周刊 百分百一再强调的 行情震荡抓不到 一天大涨大跌 选前选后的攻略 所指的就是挑股票 诶 汉威啊 我今天发现到那个10月份营收漂亮的 股价几乎都在涨 可是有的很高了 大概不能追吧 请问 对 其实这个就回应了昨天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昨天大概就统计出来 哇 10月营收台股能够缴出 创历史新高成绩 大概超过100家 等于说有6个percent左右都创历史新高 成长的产业有什么 你看半导体产业 对不对 台积电 连电 世界先进 还有汽车工业 刚其实伯姐在讲 我们的纳智捷等等 这些其实今年测试很不错 甚至金融保险业 前面8个月 9个月 10个月 每个月的智捷获利都已经超过去年 但是也有不太好的 不太好为什么 反正每逢选举必打防 所以营建产业 那通信网络 我认为是因为去年 它可能在这个不减的阶段 所以今年可能有一些费用的增加 甚至成本的比较高 还有光电产业 光电产业我想大概就不用讲了 价格不好 需求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回升 那现在又遇到这个FTA 所以整体来看 其实台股是有好 但是也有相对比较落后 那当然我觉得 现在接近选举了 那汉卫刚才也讲说 我认为会有选举行情 所以我们当然是挑一些 营收不错的族群来做观察 首推还是半导企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你看大力光是不是营收创历史新高 可是它的股价 却没有办法像台积电这样子 稳在一个相对比较高档的区域 其实透过大力光 我又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我觉得现阶段选举造势 当然我讲那个假金毛 其实就是假外资 那我意思就是法人 其实一定要靠法人的力量 所以我把营收创新高的公司 我挑出来 我先摆起来 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 我一定要有法人的买钞 没有法人买钞的我不选 你看像台积电 这个我们讲过了 台湾大 今天投信买台湾大 今天外资买远传 电信股 我们那时候不是在讲 世纪是不是到齐了 会不会怎么样 我们前两个礼拜才在讨论 你一定印象深刻 其实最近的股价就还蛮强势的 甚至集团作战 3034连有 股价很强势 而且你们看到最后一次 我就是很喜欢去统计 我会去统计 这些股票 它在过去五年 每年10月底的收盘价 就是等于11月12月 它上涨的机会高不高 我发现其实过去五年 像连勇几乎每一年 这个11月12月都上涨 然后外资又站在 法人又站在买方 营收又不错 又有集团作战 那连勇是谁的集团 联电集团 难怪今天联电联勇 相对来讲 最近的表现都还不错 昨天动台速集团 然后今天又动联电集团 所以只要集团股的火种没有息 选钱就是还有行情就对了 对 你看选举集团作战 对不对 那当然还有什么 就是产业 像今天我们有看到新闻 PCB好像还不错 印刷电路板 对 印刷电路板 像华通等等 下一档或下一张 我们也看到也是PCB的公司 它的进棚 股价表现还可以 那这边我就要为我们的这个汽车产业报报区 奇怪 这个核泰车 玉日车就这么强 那玉日车也是集团 玉龙集团 反而像玉龙集团 你看玉龙的股价 今年的涨幅 居然是-13.44个跌幅 所以看起来它好像没有什么涨到 所以刚刚瑞涵也特别跟汉薇就说 我们不要都只讲有涨的 我们是不是讲一点就是机器比较低的 可是这类型的股票 它可能在涨的时候力量 不会像那些强势股来这么强 但是相对低档会有保障 因为它的10月份营收 能够创一个相对不错的新高的记录 所以整体面来看 汉薇的结论就是 10月营收好的股票 我们可以去做磨 但是一定要先选择什么 有法人布局的 顺着汉薇的话语 把今天的外资投信 同买超 而且密集买的 跟大家做报告 同买今天有三档 果然半导体的台积电上榜 台积电 和硕跟凯胜 同买超三档 但同卖的是四档 今天同卖的比较多 可成东源 华雅科跟光宝科 盘焦灼 又害怕贸易的竞争力 所以这个法人能够继续加持的 更带来加分 10月营收 这些当然一定得看 与您做一下分享了 实际的关系 不好意思 这个日元怎么样换 可以换到让你赚更大 回来的重点就放在这儿 今天的日子呢 11月11号 双十一 光灌节 销售量成绩多好 但重点是 为什么大陆网友 好气 好生气 可以在骂光棍节